先前北檢偵辦精華沈案 說在這個柯文哲家裡面搜出一個USB 而且綠媒馬上就獨家報導 披露說 這個USB裡面就被發現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叫做帳本 裡面記載的審訊金1500的字樣 就代表著柯文哲收了審訊金的1500萬 這爆料的媒體記者一度聲稱 這個消息來源是他經營了7年的檢調線 因此昨天北檢就約談了 這個爆料的綠媒記者 到這個北檢去來這個查案啦 但沒有想到人才剛剛離開北檢 檢方立刻就發了新聞稿啦 好 北檢怎麼說呢 說你看這個報導和本案的券證 經查有諸多的不服 足以認這個偵辦團隊絕無洩漏 記者報導依照消息來源的轉述 還有他多年的採訪經驗 以及法院的新聞稿是綜合分析判斷之後 才來撰稿的北檢予以尊重 外界勿在意側捕風捉影啊 好啦 問題是北檢的辦案 是不是太有效率了呢 因為這位記者是九點三十分的時候 到達北檢 經過了一個小時 新聞很快 在十點半的時候 就已經離開了 好啦 那十二點到一點半是午休時間嘛 等到三點的時候啊 竟然就已經破案啦 確認完全沒有洩密 而且竟然連新聞稿都已經寫好了 馬上就發出來了 哇 三小時破案這效率是不是太高了呢 媒體人黃陽明就發現 這當中是不是有點貓膩啊 因為北檢的新聞稿說啊 這個檢察官是九月十一號 十二號和十六號去傳喚了撰稿人 可是啊 臨傳媒說他們是九月十三號被傳訊 然後鏡週刊是九月十二號 而三立的記者是九月十六號 欸 那北檢新聞稿提到了九月十一號 請問是傳訊了誰呢 啊 九月十三號為什麼又沒有提呢 欸 是到底怎樣是傳訊呢 這個隱形的這個受訪者呢 還是其實是寫錯了新聞稿呢 結果後來北檢就把他們的新聞稿的日期給改掉了 所以意思是說他認為自己是寫錯了日期嗎 好啦 這樣的這個狀況呢 就讓這個郭正亮跳出來批評了 他說我的天啊 這樣的新聞稿都可以寫得出來 到底在瞎說什麼呢 他說北檢是到底是有多害怕綠媒趴成這樣子是跪在地上了嗎 那麼網友也說效率這麼好 還不趕快把這一組查泄密的人調去查柯文哲的金流啊 還有人說這真的是一條龍啊 進去打聲招呼發個新聞稿敷衍一下就好了嗎 這個媒體人陳輝文多年跑檢調線的應該是他 他說現在北檢和當年是天差地遠的辦案辦成了這個樣子 根本退步 抄司彈 快篩 如果是在當年啊 這個調查官是人人爭先恐後 強子想要辦啊 根本輪不到立委出來檢舉 早期的檢察官甚至是可以一個人指揮辦案 但是特徵組被廢掉 北檢和調查局不可能辦民進黨的案子 那麼案子壓久了 檢察官也變遲鈍了 調查局也調不動了嗎 好 北檢現在強調說 綠媒的報導是有諸多不服的 但他沒有說是哪裡不服啦 好啦 過去綠媒 不是說他揭露的內幕是有百分之兩百的可信度嗎 可是現在竟然說有諸多不服 這是否代表了是這個北檢 證實綠媒的報導是假新聞呢 那為什麼檢方不止不辦 而且還說要予以尊重 難道接下來要繼續放任媒體 來放消息來帶風向嗎 立文怎麼看 這次當然因為社會上面的壓力很大 所以我覺得也挺罕見的啦 北檢第一次這麼高調的說要辦這個洩漏消息 破壞偵查不公開 那事實上長期以來 這是檢方的一個長年的漏襲 就是喜歡押人取貢啊 喜歡放消息帶風向來影響辦案啊 那麼這一次呢 因為社會壓力很大 所以真的調了幾個記者來問了 但是結果呢也不出大家的意外啦 起碼不出我的意外 因為你怎麼查呢 好 所以就是一 北檢上上下下公務員沒有人泄密 二 記者呢 就是可想而知一定一句話說 要保護自己的消息來源 你也拿它沒轍 連手機都不願意交出來 也的確有權力不交出來 所以呢最後呢 這個事情呢就變成是 記者也否認說 他們的消息是來自於北檢 不就什麼長年的經驗啊 什麼各方其他的消息啊 反正就是否認消息是來自於北檢 北檢也否認說 他們這裡沒有人洩漏 那這件事情不就結束了嗎 但是呢 當然沒有辦法度社會憂憂之口 我想北檢自己也心知肚明啦 他們也只能這樣子辦 社會大眾永遠不會滿意 但起碼你可以看到媒體呢 這幾天呢就是安靜許多 那會安靜多久呢 那我們就大家等著看 不過呢這件事情呢 不管怎麼樣 總是有一個可以確信的 就是當時當天三例哇 一直爆說他們有多麼重大的料 然後重大的獨家 那就是剛剛講的 所謂的這個1500的 柯P的USB這個東西 那今天當時記者 不是還非常高調的說 他7年經營北檢的線人 他不是還很高調的說 他200%的這個訊息一定是正確的 好啦 現在北檢已經說 消息跟北檢所掌握的東西不符 北檢這邊也沒有人洩漏 記者自己也否認啦 因為記者也怕被 怕惹上司法惹上官司啊 記者自己也否認啊 所以呢 所以是不是NCC應該開罰了嗎 那不就證明了三例公然做了假新聞啊 那三例是不是應該道歉呢 那三例是不是應該處理呢 那三例是不是應該懲處這位 公然說謊的記者 公然報假的記者呢 那當時就算三例片面的相信了這個記者 但今天捅出一個這麼大的樓子 犯了一個這麼低級的錯誤 難道不需要向社會大眾 向樂廳大眾做一個交代嗎 當然這件事情 北檢說他們沒有洩漏 那記者也說 他們沒有從北檢得到訊息 但中間有沒有二手三手的傳播呢 我經常習慣的一個模式啊 過去我們大家在新聞界 那檢察官可能譬如說 跟鄭春琦講 那鄭春琦呢又跟鄭麗文講 對不對 那鄭麗文呢就跟著哈遠儀 媒體高層講 對不對 哈遠儀呢就媒體高層 就告訴他的記者說 我有一個重要的消息來源 你就去寫吧 記者會不會懷疑 老闆上級給他的新聞 他當然照寫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中間 到底有沒有其他的傳播管道呢 那北檢就說 這記者新聞不是我們給的 因為我是給了鄭春琦 我沒給哈遠儀啊 對不對 哈遠儀也說 我消息來源不是三立啊 是鄭春琦啊 對不對 那反正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啊 你說真的要查個水落石出 就算立法院開議好了啦 要求法務部要查 那不就正封單位嗎 那法務部一定會答應的啦 對不對 到時候在委員會裡頭 就開弄個決議對不對 一個月之內要查清楚 一個月之後就告訴你啦 他查的結果啊 對不對 他會查得出來嗎 他不會查得出來的啦 他最後查的結果 一定跟北檢調查的結果 是一樣的啦 那你能怎麼辦呢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當然啦 這個時候壓力很大 北檢也高調了偵訊了 記者呢 媒體呢稍微乖一點 收斂一點 北檢這邊是不是也會稍微謹慎 小心一點 但是呢就如同我說的 那NCC呢 關門啦 死光啦 那三立呢 不是證明了是假新聞嗎 都不需要處理一下嗎 不需要給社會一個交代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